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卡特里哥 今天是7月23号 夜里面几点钟呢 11点钟了吧 刚刚睡了一会儿 今天订了个活 也没问 屋里里面的货 真的我很少拉这种货 不过它这个货也挺整的 不是那种百货 要是百货的话就比较麻烦了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装车装的太晚了 本来说 10点钟准时让我发车的 一直到现在还没装 走我们去看一下 看看装的什么货 这是我装的货 五六的货我以为是工厂的货 不过也挺整的 这两个装上去装不下就拿掉的 后面全部装这种托盘 两边都是的 不过要盖雨布了拿饭 这种五六的散货比较难装 哎 真不应该定这个活 如果今天不定这个活 就拉挖机去云南招通 一个粉丝兄弟的活 他给我打电话 看我已经定好了 然后就没办法了 哎 这活装的太慢了 又装到夜里面了 每次去广东装货都这样 都要到夜里面才能装的好 哎 快要装好了 后面又装了两拖 这是啥 我估计卸的话 应该到那边挺好卸的 就是盖雨布有点麻烦 外面又又要解雨布 准备绑绳子 上面看全部用木板 木板 然后这边全部是木板 绳子上面搞点木板 十二点四十了 绳子我全部绑完了 绳子 全部搞定 就盖两层雨布 然后把网子一撒就OK了 天纯一点四十五 马上两点钟了 我网子你看雨布全部搞好了 一身一身我试完了 太热了 再把两边的编程搞一下 就基本上结束了 等一下找个地方洗个澡 睡到自然醒再走 太烂了 绳子 绑子 全部搞好 现在两点半人吹 准备出发 今夜总要睡个点哪个小时吧 出发 我是整整忙了一夜 现在凌晨 多少 三点五十八 也算是四点钟了 准备在这个路边休息一下 睡两个小时吧 明天早上 上高速 一直开到一呀 下高速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如果喜欢旅哥 请帮旅哥转发评论加关注 谢谢大家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